大家好 关于视频压缩这个话题 这是第二个视频 和各位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做视频压缩这件事 也就是说视频压缩的目的和意义 如果我们制作的视频文件 最终的目的是发布到各大视频平台 可以不用太在意 这个视频MP4文件的大小尺寸 只要符合平台的标准就行了 反正视频平台都会再压缩一次 如果视频是自己托管的 托管是需要付费的 那就要关注视频压缩了 视频压缩之后 可以节省大量的存储费和流量费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租用了一个服务器 用于存放视频文件 这些视频文件合计有100GB 那么需要租用一个100GB的硬盘 如果换成存放压缩后的视频 压缩掉了三分之二的容量 那么100GB的视频就变成了33GB 只要租用40GB的硬盘空间就够了 40GB的硬盘空间和100GB的空间 每年的租用费用是不同的 另外这个视频如果是做内容的话 它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多 如果每年产生100GB的视频 三年需要300GB的空间用于存放视频 那么如果存放压缩之后的视频 等到三年后 这100GB的空间还是够用的 以上是从视频文件存储的角度来讲 接下来我们再从用户看视频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下 我们也先讲服务器端 然后再讲用户端 在租用服务器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参数 那就是带宽 这个带宽越大 服务器上传和下载的速度就越快 相对应的带宽越大 租用费越贵 现在比较常见的是2MB带宽和5MB带宽 虽然只差了3MB带宽 但是每年的价格差不少 这个带宽对于看视频的用户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服务器是5MB带宽 压缩前的视频的码率是4MB的 当一位用户看视频的时候是够用的 如果两位用户同时看视频也勉强够用 但是会把服务器的带宽撑满 如果三位用户同时看视频 也不是不能看 只不过这三位用户看的时候容易卡顿 需要加载的时间更长 因为服务器的带宽是有限制的 如果视频的码率从4MB压缩成1MB 那么5MB的带宽可以让10名用户同时观看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可能有同学会有疑问 10名用户同时看1MB码率的视频 应该需要10MB的带宽才对 其实不然 这是因为视频从开头到结尾 它的码率一直是变化的 比如画面移动比较快的10秒钟 每秒钟的带宽是1MB 但如果10秒钟的画面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只有在前两秒需要1MB的带宽 或者更多一些 后面8秒只需要700KB的带宽 甚至几十KB都是够的 所以视频码率降低 可以让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大幅度增加 我还是用我的教程视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处理前 还是以第一个视频为例 第一个视频是167MB 这是4MB码率的视频 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的码率 实时码率 现在4.9、11MB、5MB、23MB 18MB、8MB、7MB、6MB、5MB 现在4MB、2MB 这是654K 当画面不复杂的时候 它的码率就会降低 当画面大幅度变化的时候 它的码率会升高 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 这儿有个动画 这个动画需要6MB到10MB的码率 我们再看一下压缩之后的 压缩之后这个文件变成了41MB 是1MB码率 码率是1MB的 码率基本是207K 这个位置是2MB 1MB 3MB 200K 400K 900K 590K 1MB 最大的码率也就是2、3MB 基本上都是几百K比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动画 注意看这个位置 当有动画的时候 码率会增加 看这儿4MB码率 2MB码率 然后是1MB 700多K 当画面固定之后 它基本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码率 当有动画的时候 它也只需要1MB左右的码率 但是刚才那个压缩前的视频 动不动就会到达10MB的码率 上面讲的是传统的视频托管方式 还有一种是按照流量付费的形式 这种形式不会限制网络带宽 不会让用户观看的时候受限卡顿 即便是同时在线人数很多 也不会卡顿 视频画面清晰 文件比较大 也不会卡顿 貌似很好吧 但是这种方式是按照流量付费的 比如一个月30GB的流量 和一个月100GB的流量 价格肯定差不少 那么这个流量是怎么产生的呢 还是以这14个视频为例 这14个视频压缩前的总容量是1.8G 如果一位用户看了这14个视频 他消耗了服务器1.8G的流量 如果两个人看过 会消耗掉3.6G的容量 那么如果用户光看压缩后的视频呢 这14个视频总容量是500MB 如果一位用户看了这14个视频 会消耗服务器500MB的流量 三个用户看过之后 会消耗掉1.5Gb的流量 这下明白了吧 这个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